嗨,大家好,我是小許,這邊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一次的修羅場 復刻兌換的卡片,就是九天玄女跟烏蘿蔔 那這兩張卡要不要刷呢,這個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是九天玄女,這張的話一定要換好換滿 因為它是這個無條件直接加9combo 就是像這種直接加combo的卡其實都蠻實用的,出場率都非常高 像這種諸葛亮啊這種的 那它是神族,所以呢通常都是放在神族隊伍裡面,或者是光隊裡面 那像這個光北啊,或者是像超人啊,或者是光暗炎熙啊 這種只要是神族當隊長的,這個無條件直接加9com 對付一些高combo盾的時候非常好用,而且它還會轉出 總共9顆的神族強化符石出來 所以這張卡是推薦一定要換好換滿的 然後再來的話是烏蘿波這張卡齁 那這張卡之前第一次出來的時候應該也是差不多快一年前了齁 那它的話是放在夏娃隊裡面比較好用啦齁,因為 它是這個追打齁,會跟隨這個隊長的攻擊力嘛 那可是夏娃現在就比較沒有像剛出的時候這麼強勢了齁 不過呢還是建議大家可以刷,因為像它這種可以追打不同屬性的攻擊 以後都應該還是有機會用得到齁,因為 有一些關卡它可能限制說限水啊,限水攻啊,限火攻,限木攻,限光攻,限暗攻 這種的齁,就可以用烏蘿波去打,或者是說 蜘蛛齁,只是蜘蛛是三回合啦 那它是比較綜合一點齁,就是一回合這樣子 然後一回合控場,然後再來是多了這個追打的效果 追打蠻多次的齁 然後它這個其實可以打一些高攻擊的攻前盾啊齁 就可以開這個去打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兩張卡呢,復刻這兩張都是蠻實用的卡片 推薦大家都可以換好換滿 然後這個90元聖的話就比較不建議大家去換了齁 所以,呃,如果是要考慮CP值的話呢 建議90元聖開個圖鑑齁,然後其他的話 九天旋女跟烏蘿波換好換滿 然後九天旋女是比較優先,建議大家先換滿的 那烏蘿波的話其實就是看各位啦齁 那九天旋女是一定要滿齁 好,那以上呢就是這次秀羅場復刻的卡片 那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記得訂閱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掰掰 掰掰